从阿姆斯特丹出发后 经过了8个小时 这段时间相对来说 不会觉得像前面的40个小时那么漫长 我终于登陆了加拿大多伦多 提前和朋友联系好了 他会来机场接我 下了飞机通道里会有工作人员提示你 初次来上学的外国人 需要排队去换study permit 这时我发现只有我一个华人了 如果不是待会儿有朋友来接自己 心里还挺慌的 后面换文件的过程很顺利 就是简单问了一下你去哪里上学 之后就是取行李出来了 见到朋友后心里踏实多了 他带我在机场出口 办了加拿大的手机号 当天还办好了银行卡 之后坐他的车 先去了他住处的附近先吃饭 沿途就是我看到的多伦多的景观 看着路上不再是蓝白色的车牌 那些美剧和欧美电影里常见的场景 就是这里的现实 我终于走进了我想要的世界里 在多伦多的两天里 朋友还带我去逛了多伦多市中心 它是一种跟上海有一次像 却更加有历史感 更加国际化的感觉 短暂的住了两晚 我就要飞去自己最终的目的地 海德华王子岛了 我发现突然要靠自己了 心里还是比较慌的 自己打的Uber去机场 坐在晚上的飞机落地后已经是10点了 用了几年的箱子也裂了 看来也看坏了 飞机场里墙上红色的海滩景观 就是这里的特色 以后会经常见到 在岛上最初的几天 都是住在LB&B的民宿 之后的几天最重要的就是找房子 之后才能开始这里正常的生活 今天先写到这里吧 我们下次继续 的意思是